中選會委員下台 公民團體聚集在監察院門前 高喊中選會委員下台 九合一選舉榜公投 引發不少民怨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台灣動保行政監督聯盟 等多個公民團體 7號聚集在監察院 除了不滿選務規劃混亂 甚至質疑中選會違反行政中立 準備糾舉中選會失職 整個公投過程當中 違反行政中立 而且擴大解釋 之意妄為 第二個呢 中選會沒有監督機構 有權無責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容不下嫩合臉的聲音 公民投票在每一個案子的投票率 只有5成5 中間落差的1成5 就是因為選務上的規劃錯誤 導致了民眾的投票意願不高 這件事情我們在選前 就已經多次的告誡中選會 絕對不能夠做這樣子的混亂的選務規劃 可是選舉當天 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針對公民團體的控訴 監察委員楊芳玲也出面接下揪舉函 他表示等到詳細了解內容後會依法來進行調查 按照監察法裡面相關的規定的話 只要有人名陳情我們覺得可以有進一步調查了解的必要的話 我們就會立案調查 儘管中選會主委陳英潔已經替選務混亂下台負責 代理主委陳朝健也曾表示自己決播戀戰 等到立委補選以及選務檢討完成後 就會負起該負的責任 但似乎也難平息民眾憤怒 原則新聞W6台北市採訪報導